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煎得好吃的呢 情不自禁会多吃 这是人之常情 无可厚非 但也不能因此胖下去吧 一则不予于健康 二则影响外观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吃多了之后不发胖呢 今天就想来为大家分享我的一套应急方法 既能满足我们的食欲 又不发胖 也算是应急妙招吧 我这套方法呢 不见得适合任何人 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参考 首先呢 必须明确一点 仅一两天吃多了是不用担心会发胖的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这个时候呢 关键是要做到及时节制和调整饮食 说错呢 就是让摄入的热量不要在体内积粘久了 尽早的把它消化掉 这样才不容易长脂法 我呢 一般平时一天摄入的热量大约在1500卡路里 如果吃多了的时候呢 第二天我就要保证 摄入的热量不会超过1500卡路里 这是第一点 想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吃多了之后的第二天呢 会感觉到手和眼帘有否种的感觉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吃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早上起来就是发觉眼帘都是肿的 这个手呢 也是不能弯曲的 一称重呢 发觉会增加0.5公斤 多的时候有1公斤左右 但这种情况呢 并不是说你就是长胖了 多半是因为吃了胃重的东西 引起的水肿和堆积在体内的食物引起的体重增加 那么该怎么办呢 吃多了的第二天早上 一般来说不会有饥饿感 但也不能不吃 因为身体本身要消化掉前一天吃定的食物 也需要能量 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积攒在体内的多余水分去掉 所以呢 第二天早晨 我一定要吃些帮助体内排出水分含钾多的食物 比如早餐吃的燕麦片加豆奶 豆奶也是帮助力量的 柑橘也有一定的力量效果 对了对了 有些时候还要吃香蕉 总之就是要尽早排出体内积攒的水分 这样一来呢 到了中午就会慢慢的感到肚子饿了 那么午饭基本上就是米饭这么一小碗 保证有适当的太水化合物 容易发胖的 比如像面包 比萨比尔 还有面条这类的就 主要就是这种米饭 然后外加罗布里加小圆或是鱼罐头 还有蔬菜之类的 这种时候呢 要适量的增加一点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 下午如果感到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就吃这种黑巧克力 它的可可含量是86% 这是我的常备之物 黑巧克力呢 它比一般的巧克力汉汤少 热量也就相对要少 关键是它含有多分 能够帮助延缓衰老 对皮肤很有好处 晚餐呢 必须把前一天吃尽的热量都消化掉 所以必须严格把控卡路里的摄入 除了一小碗米饭之外 主要就是含蛋白质的汤 汤里尽量放瓶蒸菇之类的菌类 因为菌类呢 它不仅含有大量的食物纤维 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排出多余的水分 其他呢 还有就是醋黄瓜 因为酸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再有就是萝卜尼加小圆 对了对了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也是帮助我们促进消化的食物 还有就是吃多了的第二天应该比平时多增加点运动量 人体的肌肉呢 大多都是集中在腿部 要想有效燃烧脂肪就必须多活动腿部 我平时吧 每天差不多只走二到三十分钟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要多走二十分钟 而且最好是中途速度 这样一来呢 一方面摄入的卡罗里量呢 得到一定的控制 另一方面呢 再增加了比平时多一点的运动量 这样吃虚两三天 我感觉摄入过多的热量 基本上就被消化掉了 当然也就不用担心发胖了 最后我想说说 许多人都常有的现象就是这个否种问题 我想吧 除了特殊的病因之外呢 这个否种大多是因为喜欢吃味道重的食物引起的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种感觉 所以吃多了的时候呢 我第二天第三天就非常注意盐份的摄入 比如在吃的色拉上面 浇的调料呢 我就用的很少 或者是干脆不加 而且呢 还要通过多喝水来排出身体里积攒的多益盐份和水分 这些都是必须做到的 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能吃是健康的标志 吃也是一种享受生活 以悦自己的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吃过量的时候 自从生过孩子之后呢 我也是经过多次反反复复的经验总结 才慢慢找出了这一套既能满足食欲又能不发胖的应激方法 今天呢 就把它来分享给大家 朋友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参考 偶尔吃多了呢 也不必惊慌 不必太在意 就像我今天介绍的这样 巧妙调节饮食 多增加点运动 相信你也会受到和我同样的效果 您说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和想法 也欢迎在我的留言区里留言 好 我今天的分享都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请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哟 金子一分钟 一米小股蛋 耶 想吃得很 死ぬほど食べ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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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工作 がむしゃらに働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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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出 挫折 挫折 髪の毛に小顔靴ついてない? 何故? 何故? え? え? 知了? 知了? え? 中文字幕 李宗盛